2月14日,台湾有关方面在夏京海域撞击大陆遗传至四名渔民死伤,严重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,引起大陆各界的强烈愤慨以及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。 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半个月,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的歉意。 在事件真相方面,民进党当局隐瞒,撒谎,误导,前后矛盾,试图掩盖真相,推卸责任,岛内的一些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,大放厥词,态度嚣张,毫无人性,我们对此表达强烈的愤慨和谴责。 我们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,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,满足遇难者家属的合理诉求,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。 我们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,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。 大陆方面,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,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